這邊刪掉一下 也就是說如果今天呢 我希望能夠 做出什麼 這邊資料 這個Name 跟這個Hotel ID 那 跟這邊 有什麼關係呢 實際上你會發現這邊是 有從 他是什麼 哪一個Hotel的幾號房 然後他的型態 這邊是他的縮寫 然後他的price 那如果說我今天想要知道呢 哪一個 這個Hotel的名稱 他的縮寫的話 那其實你可以把 這兩個欄位 A跟B欄 把它選取 Ctrl C 然後呢你把它Ctrl V 假設這邊沒有的話 你就是把這兩個欄 貼上 那可是呢剛剛的東西 其實是沒有重複的 所以如果說你將來喔 你想要把這兩欄變成像剛剛一樣的結果的話 可以用什麼 資料裡面的什麼 移除重複 這個功能不知道根本沒用過喔 這還蠻常用到的 當然你如果 不用移除重複 當然自己寫個VBA可以啦 只是我覺得這個地方要自己寫VBA 好像會比較 花動腦筋啦 不過 我當然還蠻建議你 如果今天喔 2003以前的版本是沒有移除重複功能 你可不可以自己寫一個 其實寫一個很簡單啊 寫一個很簡單啊 寫一個很簡單啊 第一個喔 for I 好我們就這一列 把它這樣刪掉 那刪掉它就會往上 所以喔如果刪掉列喔 我前面好像有講過 你們回頭可以看一下那個 是不是有個講到那個刪除空白 空白列的 你可以顛倒過來 從下面 往上 然後 會比較OK啦 就是 如果你要刪除重複的話 可以怎麼樣 從最下面一列 往上 然後呢 抓這個跟這個一不一樣 如果這個跟這個一樣的話 那你可以什麼 把上面這一列刪掉 然後它又 又繼續往上 再一樣 又刪 最後只會刪到最後一筆啦 好 類似這樣 如果可以想想看 如何刪除空白列用VBA的方法 如果 第二種方法就是說 已經有內建了 2007以後才有 一如重複 這個時候 它會抓到你有沒有標的 以後 按確定 它會自動怎麼樣 幫你把 重複的移除掉 只留下只有一個 唯一的那一個 OK 好第1個 第二個就是 Total的論食 那這個Total論食是什麼意思呢 就是說呢 這一間飯店